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ACI教育直通车栏目 就在数月前 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等长青藤盟校放榜 他们的录取率相比往年又有不同幅度的下降 这样的情况同样是发生在美国排名前30的名校当中 根据ACI南加州学院的创始人郭主任的分析 美国大学的申请已经进入到了乱卷的时代 家长的教育乱象往往会误导孩子大学申请 今天我们就请郭主任和大家分析一下 在大学申请当中到底应该如何避坑 郭主任你好 主持人Candice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郭主任我觉得您提出的这个观念真的是非常的新颖 什么叫做家长在乱卷呢 其实这个是因为是基本上我们中国的家长是 非常是求好心切 又怕孩子输在起跑点上 因为他赢在终点 因为他希望进好学校找到好工作 最后再娶妻生子啊或者嫁对丈夫啊 所以家长的操心好像是从孩子出生下来的话 你看他到了30岁40岁50岁 家长有时候这个心还是放不下来 那尤其最重要阶段就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呢 希望孩子能够把握这个充斥进到一个名校 那在我从事37年这个教育经验里面来看的话 每一次遇到孩子升学的问题的时候呢 那家长就有一点是听说好像是哪里这个有过什么 他们就一窝蜂的就常常就是不断在传递这些 有时候是真实的信息 但是更多可能是假信息啊 假消息 所以他让这个本来已经够内卷了 这个内卷因为觉得太严重了啊 这个不够真实也不够正确 所以就是这个内卷就变成乱卷 那乱卷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学生呢想要进到好学校 他并不知道如何去做准备 那家长就是常常在外面听说听来的消息 这个消息我也经过验证啊 就是大学要什么 这孩子就一窝蜂就往这个大学可能想要的方向 去做了很多的准备或者努力 那常常往往的就是叫做牛头不对 马嘴啊 鸡同鸭讲啊 两个频率频道根本就没有打通 所以学生做了很多的准备努力 那也费时间费金钱啊 这个费体力 那最后呢 大学根本就看不到 或者完全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简单来讲的话 就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家长都觉得孩子是要加强很多 包括体育 包括极建啊 划船啊 这些都是比较冷门的 但是最近又变得非常热门的这个项目 认为说极建可以进大学 其实这就是一个以而传而了 你只有在第一批的学生 那种极建是真的表现 美国人还没有看过亚裔的学生 或华裔的学生 在极建方面做出很好的表现 那他们会觉得是耳目一新 那开始收了第一批学生 后来就发觉这个运动呢 就到处都传在遍地开花一样 大家都去做极建的运动的时候呢 那就回到最后 你学音乐的时候 如果你是钢琴跟小提琴 有没有加分的作用 基本上呢 能够出现这样子朗朗云笛啊 这样子这优秀的钢琴家 这种几率太小了 所以大家都等于是来讲 他是一个有了还不错 但是能不能加分不知道 最后的结论是 你的学术表现加上你的uniteness 就是你的特殊性 两个合起来才能够是有表现 那所以这个家长可能就让孩子 去做一些体育 艺术 设计 绘画 音乐 这个活动 再加上演讲 辩论 写作 一直到这个社区服务 参加各种的比赛活动 那这些做其实在大的方向来讲 并没有错 可是当你的比重失衡的时候呢 这个叫做乱卷的现象就出来了 假设这个比重在大学里看 最高就是3% 就是3%的加权 就是3%比重 那这个SAT呢 跟GPA的话 它有60%的这个影响力 那结果你花的两个时间 是一半一半 你把一半的时间都花在去 做一个最高只有3%的影响的 这个事情 而对有60%的功课 课业的话 你花了同样 一样多的时间 就到最后呢 GPA也没有顾好 SAT考试也没考好 那就做了这个活动了 也没有做到顶尖 那所以到最后 你这个百分比的这个叫配置啊 就出了问题 花了很多时间 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大学里 并没有看到你的光点 没有看到你的光芒 那就是觉得说 你做了很多事情 这个事情又不符合 这个孩子的天性 或者他成长环境里面 可以很合适的 去发展这个项目 就是人不要做一些事情 太awkward 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啊 不符合你的本质 不符合你的这个 原始的这个目的 就是说你为了这个目的性太强 这是哈佛大学校长 他们提出来的一个观点 哈佛大学并不喜欢学生 参加每一项活动 我说目的性非常强 换句话说 就是功利心态很重 非要有利益 非要有好处 他才去做 而不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像这种内卷的现象呢 常常会看到学生 忙得不得了 孩子学跆拳道 学绘画 所以学这个演讲辩论 美术 忙得一头一头雾水 可是呢 真正效果又没有达出来 回过头来讲 大学真的要的这个学生 真正的目的是这个学生 能不能对这个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 那这句话是 UC加大讲出来的 可是真正认真去思考的人并不多 为什么UC加大 全美国最好的一个州立大学的系统 他要求学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呢 你必须对家庭有所贡献 对社区 community contribution 也有所贡献 那太多人就不去思考这中间真正的含义 就是大学他要的是这个人从学校进去 再从学校出来的时候 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有能够对社会 对人群做出贡献的人 那这就是在大学在招收学生 一个看不见的一个秘密的一个 评分的标准已经写在这里了 而偏偏很多的家长并不明白 认为自己孩子 很霸气很有底气 很聪明很好很乖 讲了一大堆自己往脸上贴金的这种形容词 来这个描述自己孩子多优秀 而忘了说大学在收学生的时候 这些家长的这种衡量你自己孩子的这把尺 并不是跟大学招生官是同一把刻度的尺 所以当你自己觉得你孩子很好的时候呢 大学招生官里面他们看到这个学生的表现呢 可能是大家一窝蜂的做同一件事情 大家都在挤这个热度 做同样的事情没有创新 那每一个人做出来 可能就十分里面都做到七分或八分 那你做到十分满分的人太少了 那就测热度的人非常多 所以到最后呢 这些群体去做的这些集体的credit 集体做出来的成果 常常就被大学忽略掉了 他就变成一个stereotype 就是要刻板印象 牙抑的学生通常都会做这些活动 都准备这些材料 从事这些课外活动 这样子情况之下的话 你没有任何特色 所以大学要收你相当的难 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家长 很多的乱象就是因为家长很急 其实孩子并不急 所以家长过分的急 结果影响到孩子也很急 就这个急躁之下呢 仓促成军 这个仗通常都打不赢打不好的 好主持人 好谢谢郭主任的分析 其实刚才郭主任提炼出了一个观点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就是家长和学生的时间分配不合理 容易造成乱卷 我相信很多家长都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 可以考进全美国排名前30的名校 那对于家长来说 让他们不卷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那到底应该如何从乱卷变为合理的卷呢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好这个乱卷变成合理的卷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方向目标要确定 要明确要清楚 第二个你必须在那个真正的轨道上 或者在跑道上面运作运行才行 那你跑错了跑道 跑错了轨道的话 你再怎么努力 其实方向都已经偏离了正轨的时候呢 那就是叫乱卷 就是你很忙 但是忙的没有一个目标 没有目的 也没有一个结果出来 只是说你觉得孩子很用功 很多家长就讲 我孩子读书读到12点 读到1点钟才睡觉 好像他非常努力 你真正跟孩子谈一谈 他根本是在玩游戏玩手机 玩了一大堆 到最后的时候开始看书的时候 已经11点半了 那也勉强拖到12点 可是家长并不知道 他的时间分配是如何 所以认为他一直在念书 其实并没有 一个孩子如果说把很多的心力时间 都用在一个错误的一个 跑道上面来讲的话 他当然不会累积 他进大学的这个资本 或者他的影响力 那所以ACI南加州学院 真的在教学生的时候 就是说每一个人时间的话 都是247 一个星期就是168个小时 这些时间你如何搭配的运用呢 能够获得到最大的 这个进步的空间和这个时间 就是说你有空间跟时间 你就可以进步 方向正确 所以你找对老师 找对教练 找对一个好的一个 consultation的program 帮助你来安排 就是说你的课外活动做什么 研究做什么 你在学校GPA如何提升 申请大学前三十名的学校 他们要的共同的特质是什么 那根据每一个不同的学校 他还会做一些微调 做一些细微的差异 你了解这UC加大要学生的特色 跟这个UT德州的州立大学 要求了这个要求会有什么差别呢 在比较Aragon 奥勒冈州或者华盛顿州 如果你能比较清楚 说出这些大学喜欢的学生的特质是什么 那这个学生在申请大学 他的方向跟轨道通常不会错 如果这个学生说起来 每个大学就是功利跟失利吗 他没有什么感觉 他分不出来这个学校的preference 他的偏好 那这个学生在申请大学的话 很容易走出一个盲从的现象 就别人说什么 别人做什么 他只盲目的跟进 甚至他根本就连跟都不跟 他就觉得原地不动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学生除非你有顶尖的 拔尖的学术表现 SAT接近满分 GPA拿到4.6到4.8 修了大概15个AP的课程 那又得到一些学术上的比赛 这个全国性的 这个全世界性的这个比赛 那你可以比较稳稳的 就是说我其他不理会别人做什么 我就是凭我的学术极端的优秀 做过一些学术研究 你这样子进大学的确是 你有70%到80%的 这路学机会也很大 因为这时候你的学术已经是碾压 绝大多数的申请者 你的成绩是最拔尖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成绩呢 你成绩只是叫做上面的三分之一 或前面的四分之一的学生 那我个人讲根本就不够好 你不要想说你一个学校900个学生 你是考第200多名 就成绩就够好了 我直接告诉你 美国有三万多个高中 顶尖的这个毕业生 第一第二名毕业的话 每年就会出六万个学生 是从学校第一名或第二名毕业的 而真正大学收学生的名额都收1000多个 私立大学都1000到1500 1600个学生 UC加大这种大型的学校 一个年级也就收4000多个人左右 超过5000的都很少 那绝大多数一个年级都是收1000个以下的学校 非常多 就像Permontal College 它一年只收400个学生 加州理工大学收250个学生不到 那只收这么一点的学生 而第一名第二名毕业学生就六万多个 你想想看这个比例多呢 还不包括国外海外来的学生 国际生呢 所以在这个申请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有个配套措施 所以在这里我提醒家长 就说家长对这个申请大学 这个程序要求 还有准备的方法 还有你孩子的态度心态的调适 你掌握得越清楚的话 越能够帮到孩子 好 主持人 好 谢谢郭主任的介绍 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 在和郭主任的聊天过程当中 郭主任就说到了 现在家长乱卷的一个乱象是什么呢 就是家长非常愿意 花重金给孩子去上补习班 但是呢 之后对孩子的学习 并不太关心也不太关注 但是一旦孩子这个学习成绩 不太好的话呢 家长就会把怒气 发在孩子的身上 甚至是老师的身上 所以郭主任 我想请教一下您 对于这种愿意 让孩子去卷的家长 到底应该如何和老师配合 共同的让孩子这个成绩上来呢 好 这里的情况之下 家长常常有一个错误的 一个消费式的观念 用在教育身上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逻辑 家长常常认为说我花了很多钱 孩子就应该进步 这跟你去买一件商品 买一辆汽车 买一个手表 照相机 3C产品是不同概念的 你可以说你花了很贵的钱 去买到一次 买到一个电子计算机 或者一个电脑手表 或者照相机 那你可以要求他的性能要很好 解像度很清晰 运算速度很快 这个是你可以讲说我花这么多钱 性价比就要求 但是如果从教育上来讲 家长常常认为说 我在孩子上花了这么多钱 他成绩都没有进步 那是学校教不好 是老师不够好 其实你忘了 真正的当事的主事者 就是孩子本人 你不把他这个读书的这个心 去activate 去把启动起来 去点燃他这颗炙热的心 那你只把他放在那个环境里面来讲 那你知道鸭子要滑水 那自己脚也要动 你不能讲是鸭子放到水里 他自动就会油 是孩子不滑水的时候有用吗 第二他滑水的时候 没有人引导他 他的方向不正确 他游了半天在这湖里 哪里也到不了 因为看都看不清楚定位 他看不清楚方向距离 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胡乱滑一通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乱卷的现象 那从这里来看的话 家长真的要做的事情是 帮助孩子厘清目标 帮助孩子看清 就是说升学有没有保证 有 但是保证人是谁 其实就是学生本人 他就是保证人 而不是学校的老师 学校的校长 或者任何一个在教导你孩子 教导孩子 他等于是辅助的这个角色 真正的主角就是孩子本人 所以孩子本身念书 这个意愿能够带出来的时候 这才是静明校的一个最大的关键所在 所以在这个星期六 3月16号在我们的Arcadia校区 下午的一点钟到三点钟 我们举办这2024年的申请大学的经典讲座 我们会有中英文两场的这个演讲 是同步举行 我们就欢迎孩子来听英文的演讲 那家长来听中文的演讲 那我本人是负责中文的部分 那英文是由我们的资深名字 跟我们一个USC的一个招生官 在我们学校里工作了19年的时间 他会讲解这个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呢 从这个USC的视野观点来看这些学生 他们究竟是怎么来衡量这个学生的优 或者普通或者是被拒绝 家长蛮值得去听听这些老师来讲解 这些学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呢 究竟又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跟能力 大学在搜你的时候是看得到你的未来 他们是等于是帮这个社会寻找 未来在社会上的中间分子 所以大学的责任是为社会 为职场培养批优秀的人才 所以你要从这个思路上去思考 说你的孩子是不是未来的优秀人才 如果是的话大学有考虑会收你 所以你要必须要从你的申请大学的自传文书 一直到你的课外活动 你的参赛比赛 你的竞赛比赛 你的下校 你参加的课程 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 你见过的人 这些都形成你孩子独特的气质 跟他的视野 这些可能都是大学需要你的孩子去准备的 而这些绝对不是说你今天花了钱 你孩子坐在家里打打手机 看看电视 这些条件都自动会水到渠成 自动会生成了 这个不是ChatGPD 这不是AI 是你孩子真的要去努力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蛮欢迎家长 就是说你真的对这个升学非常关注的话 知道未来的社会 AI改变这个职场 改变这个入学的这个条件 ChatGPD有改变你孩子学习的方式 还有这个进美国全30名的名校 具备要什么样的条件 SAT到底要不要考 UC加大未来的趋势如何 还有很多的这种是踩坑 要避开这些申请大学的这些坑 你可能一不小心就踩进一个坑了 你又浪费时间了 又浪费钱了 很多家长的花了大把的钱 就孩子都没办法进到好的学校 是因为他这个思维跟他的思路 就已经一开始就是走错了 所以如果你要跟孩子 真正希望孩子念书我认为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的华裔学生家庭出来的孩子 就是华裔家庭的学生都非常的聪明 但是这个火能不能点起来 就他的发动机能不能启动 这才是关键点 我们常常家长都喜欢讲 我孩子很聪明 但是不用工 那这个大学听到就是不用工 他没有听到你孩子聪明 因为你的孩子聪明被后面的不用工 已经全盘都否定掉了 所以你不要再讲说你孩子多优秀多好 他只是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没有做好 这个只是but没做好 其实就是否定掉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家长 就是说你认真的来听我们ACI南加州学院的 升学规划演讲 你会得到非常多的升学的资讯观念 做法很清楚看得到你孩子一步一步走 走过别人曾经做过的事 走过的这个步子 他们这些人都进到好大学 你孩子照着一模式去做的话 成功的机会就比你在家里自己是摸索的话 不知道方向会来的大得多的 好的主持人 好 今天非常感谢ACI南加州学院的创始人 郭主任和大家介绍 家长到底如何从乱卷走向合理的卷 好 今天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会